好 这个月呢 0403强震之后 花莲县在23号凌晨又出现了这两起的规模6以上的地震 造成了中正路上的富凯饭店倾斜统帅大楼倒塌 所幸两栋大楼内都没有人 并且也没有传出任何人员伤亡 由于近日渔震不断 天气不佳 花莲山区也频繁出现土石流的状况 那么行政院也赶紧的宣布花莲县全县 今日是停班停课 深夜突然一阵天摇地晃 一旁围起来的大楼也跟着剧烈晃动 几秒钟后大楼整个青岛 现场不断有碎裂物掉落 甚至一楼招牌也瞬间消失在沙尘中 大楼整栋倾斜12度 四周已拉起封锁线 位在花莲市区的富凯大饭店 抵不住凌晨余震严重倾斜 好在饭店目前停业整修中 没有人员受困 县府也紧急管制周边道路 管制区住户纷纷逃了出来 但又有民众返回家中救猫 也有住户想要回家拿东西 但却都遭到警方驱离 就怕大楼持续倾斜造成危险 工程人员用经纬移定为大楼 发现在23号上午的余震 大楼又向外偏移3.5公分 县府紧急调来重机具进行加护工程 工程车也载运了大量的沙土 抵达饭店附近要稳定大楼的基座 同时撤除大楼周遭的红绿灯 要为拆除作业做准备 县府表示富凯饭店将会比照 田王兴大楼的拆除作业 在底部填土并架设钢梁支撑 预计将在两周内拆除完毕 接下来继续情话里报道 工程人员一连高喊好几声撤退 一群人连连倒退远离建筑 这群人位在软角的统帅大楼附近 由于大楼不断倾斜 三楼直接下线变成一楼 原本支撑在外面的五根钢梁 也因为强震只剩下错位的四根 大楼摇摇晃晃相当危险 把镜头转往监视器画面 可以看见一阵天摇地动后 统帅大楼所支撑的钢梁碰一声断裂在地 四周扬起一片尘土 事情发生在23号凌晨 花莲连续发生两次规模6以上的余震 导致早就被贴上红单的统帅大楼支撑不住倒塌 相关单位也赶抵现场评估 再一早就开始进行部分填土作业 多台卡车占用碎土石到摊塌处 倒土方作为缓冲物 避免大楼持续倾倒 而拆除的机具将在未来几天陆续调度 根据建设处处长表示 统帅的拆除作业将预计要花两周的时间来完成 记者徐勒请压住 法令报道